花嘎你千万不要生日吃了像我这样做老好吃了 新鲜的花嘎倒入温开水 加入少许的精盐 再加少许的食用油 给它抓拌均匀泡十分钟 这样泡的花嘎有效的去除它的沙子 再准备以上的小配料记不住的录个瓶 泡好的花嘎用清水多洗几遍 这一步非常关键要想花嘎非常的鲜满 锅中不用放水不用放油放入花甲 盖上圆培的盖子开中小火焖5分钟 焖至全部开口这样做的嘎啦非常的鲜美 然后我们给它倒出备用 锅中烧油先放入姜块再放入大半勺的蒜末 煸锅这一步非常的重要 把蒜末和姜末煸香放入葱段小米椒 然后倒入嘎啦和嘎啦汤 少来点提鲜的蚝油 来少许的盐鸡精胡椒粉调味 背后给它翻炒均匀 家常版蒜香原汁嘎啦制作完成 喜欢的给个双鸡 感谢大家支持